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特别班 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 陆军大学研究院 常德保卫战时为国民革命军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的师长 在七十四军 他的资历比两任军长余计时 王要五都要老 虽然他们是上下级关系 但私下都将于成万称作老学长 常德会战 全师八千多子弟兵 仅有八十三人生还 当日凌晨 师长于成万于留百余人守城 而率领两百余人渡江突围 向德山方向移动 意图与增援友军会合 此一事另开罗归来的蒋介石大为光火 扬言要将于成万枪决 后音仲将劝阻和战事的发展的免 后音作家张恨水写出小说《虎根万岁》 而是于成万扬名中华 一位漂亮的苏州小姐看了书 成为于成万吃粉 托人作媒 姻缘巧合 后来这位苏州小姐真是做了于太太 抗战胜利后 获释的于成万被安排进了中央训练团兵一班授训 并在一个月后当上了月宫师管区司令 接着又当了二十六军军长 于成万进驻云南后 内战政级 对于的军队疲于奔逆 他先把妻子家属安排居住到了香港 农云起义后 如汉也起义 如汉要于成万也参与起义 他犹犹豫欲 但对台湾方面命令二十六军反攻昆明 于成万则能拖就拖 一直没采取行动 一九五零年一月 台湾令于市城蒋介石专机美龄号 由海南三亚机场起飞 到台湾数值 一九五零年一月初 他坐着飞机去了台湾 并且又以返回大陆打游击为借口 去香港和老婆孩子团聚了 于成万出处时准备在香港隐居安度晚年的 他在香港做起了米店和杂货店商议 在郊区办了农场种菜养鸡 还同人合伙开设了一个档户 但是一九五年的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于成万年轻美貌的妻子被香港黑社会绑架了 将军刚从外面赶回家 担枪营救 他的家人悄悄地从后门跑到二里外的警署报警 警察到来后与劫匪发生了枪战 于成万不幸重担而亡 事后 警方公布说 于成万是被盗匪打死的 究竟被盗匪打死 还是被警察打死 但是 当时在香港由于于成万 在与黄埔老有闲聊 论及老讲时常多有怨气 所以 方间也有猜测是被台湾特工所害 夏图围在香港一家人参加副官的婚礼 抗日战场欲举拼杀都能全身而退 却被解 可小毛贼所害 真是经历大风大浪的船只 在小河沟翻了船 让人扼腕盖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